或是還想要跳回奶到頭一邊 呵呵呵呵 或是想要問一下我今天這個作品 好 然後這支戲我想要特別講一下 這支戲叫 是不是 這個 這句名很gay by 叫 是不是有些劇品比戲還像戲 這個是 這是我今天做了一個小戲 然後它其實不是戲 它只是一個獨劇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我個人非常的忙 就是一個忙碌的崩潰的狀態 就是我那時候剛寫完 就剛寫完懶惰的這個劇本 它是有改編黃碧雲的小說 然後那時候女傑正在演 然後女傑是五月底演 然後這個獨劇是在五月底六月初這個時間 就是剛好卡到 然後我想怎麼辦 應該怎麼辦呢 我不可能有時間再寫一個劇本出來獨劇了 或是我想不到 我不可能有時間再做一個小戲 不可能 因為我那時候在忙女傑 然後我就想到一個 一個很 超假薄的辦法 就是 然後 那時候我就邀請了我的朋友 來看我的這個 女傑的這個演出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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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跟 我大概總共 三十幾個 朋友 就不管他們有沒有來看演出 就是 大部分是有來看演出的 我就跟他們 就是跟他們 就是那三天 就是二五 二七二八二九 五月 二七二八二九 就是這三天的 進去場的schedule 就是因為我們 因為大家到進場會schedule 比如說你早上 十點開始進去場 然後到十二點 可能放飯 然後下午你可能要做舞台 就是或是要 要修燈光 然後中 然後晚上六點 可能五六點的時候吃飯 然後你晚上可能會走祭牌或是演出 就是你會有一個schedule的round down 然後 我就把這個round down寄給他們 然後請 然後我就 然後他們旁邊是空格 就是我請他們 填說 在這段時間他們在做什麼 就是 在我們進去場的時候他們在做什麼 就是 他們可能會剛好來看戲 就是剛好來看我的戲 然後他們就會寫他們 他們來看 你變成於是我這堆戲 然後就有些他們的看戲的想法 或是他們就來看戲的路上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把這些會整 就是變成一個 一個 一個讀劇 對阿 然後就是 就基本上是有一個平行生活的一種 一種 一種想法 因為我們很容易我們在 金劇場演出的時候 就是 就是你的劇場 就是你整個世界的中心 就是你其實會 你其實會 不知道其他人在幹嘛 對啊 然後 等於是同時病治了 病治了三十個人 當然 有經過胎選 就是 病治了三十個人 在競技場那三天的生活 還有 還有他們 他們對看的戲的 一些想法 對啊 就是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嘗試 剛好 剛好我那個時候真的非常的忙 然後就是 想用這個 想用這個 拋腳步的辦法 這樣 對 嗯 然後 對啊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對啊 我們看還有什麼 問題要問我 這樣子 所以 對 那你說 像今年就是 你說五場 五個作品 這樣子 六個 那 這樣子 就是我比較想說 了解一下 因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編劇 編劇的一天 是怎麼樣過來 這樣 差不多 分成 分成 可能在 嗯 戲劇演出的時候 很忙的時候 跟平日的時間 平日應該就跟大 就應該就跟大 差不多 就是 看一看書 或上上網 或什麼之類的 或是有時候去運動一下 然後 演出的時候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可能 我可能跟 就是 因為 我自己 我自己也會導戲 就是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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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導的 就我之前也會做導演 就是 就是 我是有 然後我也當作演員 就是我是有劇場經驗的編劇 然後所以我常常在編劇的時候 我就是會 會 怎麼說 就是 只要有排練我應該都會去 就是 因為 因為很多的 因為很多的劇本 就算是 其實就算是莎士比亞 或是 或是莫里埃 或是吉格夫 都是一樣 就是他們 如果你現在要演的話 你勢必要經過 修改跟論事 因為他們很多語言 其實已經 而且翻譯來的語言 本身就 嗯 有缺陷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 他們那些劇本 可能已經不符合 當今的語感了 然後 所以你其實非常需要 重新經過編寫跟論事 所以 然後身為 就是有 嗯 就是 比較熟悉 就是熟悉劇場工作的編劇的話 我自己我就會 我就是 排練的時候我都會到 然後等於是 等於是 把劇本寫好之後 或是 或劇本有一個出稿之後 就進去排練場修 就是 比如說像是 因為村民也是我以前 比如說像懶惰 或是 刷牌APP 都比較是 這樣子出來的 因為 而且你會 跟你演員的 調性的不同 就是 因為你演員一定有 有擅長的東西 和 不擅長的東西 然後 或者是 或者是 演員自己 自己會丟梗 什麼的 然後 你就是可以在排練場 把那東西 工作起來 對啊 嗯 對 我幫你帶有有沒有人是想要 想要 就是 做 創作的 這樣子 對啊 然後 對 大概 大概是 就有 反正就有排練或是有進劇場的話 我應該 就是 我基本上 就都會去 這樣子 就整天待在劇場 對 或是待排練場 就是 對 因為你有時候 你進排練場的修改是 就是最快 對 嗯 嗯 對 你們未來有機會就是 在嘉藝這邊看到 導演的作品嗎 啊 不知道 就這樣 不過有錢的話 哈哈 喔 但因為我是覺得 嗯 所以我覺得 我才覺得嘉藝好像還蠻適合 開發那個 小空間的演出 對啊 就是像我剛剛 給大家看的那個 就是 比如說像 女捷的那個戲 還有那個 村民的那個戲 他們其實都很適合在公寓演出 然後 我也覺得那個是 那個是 蠻適合在 因為我記得 我來嘉藝好像 我記得 好像 他是只有 民雄演藝廳的那個劇場 對不對 他算是有 中型劇場吧 對不對 就是200人的座位 對對對 就是 也是有 比較小演藝廳 對不對 對啊 然後 對 因為我自己覺得是 覺得 首先我覺得 競技場 要花的 那個 就是資本額是 比較大的 然後 然後 而且他可能 而且可能 在當地的空間 是可以做一些 實驗跟嘗試的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好像 還蠻 還蠻 因為我自己蠻喜歡在 小空間演出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不是大魚 有前輩就可以吧 有製作費應該就可以 搶救老房子 對 老房子 老房子也很適合 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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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地下室 等一下可以看看 好啊 不用場地會 不用場地會 不用場地會不用 額外輔助 好好好 對 但是還是要一筆錢 過月下來 還有一點 就是製作費 但如果東西都很簡單 的話就是 當地找一找就可以 樓下有些東西 可以拿 對 阿可以住一山與社 對 樓下好了 看起來 台灣圖室室也可以 喔那我們空間很多啊 台灣圖室 有 那街頭 街頭進場 在街頭表演 哪一個 村面 喔對啊 因為這裡就可以遊遊幻場 然後還有樓上 我們家室有一個超大的 噴水池 要不要游泳 好可憐 這個是水世界之類 在那裡表演 好 我想一下噴水池 在許願嗎 對 那去年之前 去年之前喔 好 去年之前 好 我可以開出來給你看一下 去年之前 去年之前 你要從哪一年開始看 一一 嗯 嗯 欸 沒有一零年喔 好 明一年做了 做了幾個戲 叫做 這個是台灣 365 然後它是在 是跟紅紅 的那個就是 炎紅牙 的那個 就是在它以前 那一年的時事 然後它的靈感 就是 裡面有非常多的 嗯 大家看到那個 那個 什麼 嗯 國光石化 RCA 喔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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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愛聯盟 然後 珍愛聯盟 然後 賣聊 然後 就是 這個戲是 因為是要做台灣 那一年的時事 它靈感是來自於那個 那個 美國有一個黑人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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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LORA 什麼什麼什麼 我忘記了 然後 那個LORA 她在 911之後的 反正她在 20 我忘記哪一年 我數學不好 反正她在某一年呢 她就寫了一個劇本 那一年的那個 紐約 紐約時報的 報紙的頭條 她就每天 選一篇 然後 來發展成劇本 她就寫了365篇 然後 那個劇本就都 365 然後 365 Days 然後 因為那一年剛好是 美國攻打伊拉克那一年 所以她那一年 還有非常多的 劇本的篇章 就是在寫那個 攻打伊拉克的事情 然後她除了是 就是寫實劇之外 然後還有一些 那個 那個 跟那個 就是 欸 反正還有一些 是寫成詩 還有一些是寫成 傳說什麼的 然後那年就是 因為 因為那年 彭虹本來找了七個人 想要 想要一人就是輪流 一天 一天寫一篇 但那個七個人後來 她就跑掉了 只剩下 我跟夾子小胤 然後夾子小胤 她也沒有 就是 專霸 然後但是她沒有 她 她不會寫劇本 她就寫歌 她後來就是 就是在上賣場做了一個 很小心的演唱會 然後所以剩下劇本 就是我 就是我寫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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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要 我不太可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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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寫一篇 就對我負擔太大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 選了一些 我關心的那年的議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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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自己有去六親 也是做 做調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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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去那邊 訪問一下 我覺得六親去 我覺得根本是地獄啊 但是 我也看就是覺得那些 陰聰跟火工根本是地獄 然後 然後 然後還有跟那個 反正就是 嗯 核電廠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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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年 那那那就是真愛聯盟 2011年 就是真愛聯盟的那一年 然後 還有就是 對就是 就是 核電廠相關的事情 就是把那些 然後 然後RCS 因為我去那個 我去那個 那個 那個工商協會才 然後就知道 就是有跟著他們 有跟著看他們開庭證 就是那個 就是美國RCA來台灣設廠 然後 然後那個水污染 然後就是 是重污染 讓他們工人都會離來這件事情 對啊 然後也有去開過幾次會 所以就是會 就是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這個戲 然後劇本我也是寫了 寫了一年這樣子 然後 然後是年底 在實驗劇場演出 然後 然後 就是這些都沒有做這樣 然後城市之光是 然後城市之光是 是 是一個 一個在南海一朗的一個小小的戲 是跟展覽結合 他是做那個 防重的故事 對 然後 一二 一二就是今年這個 對 欸 一零的 一零的在哪裡 欸 好吧 一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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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零的檔案獎 我不知道去哪裡 反正就是 去年大概是做這樣子 所以現在還有憤怒嗎 現在 現在 有吧 還蠻 還蠻 還蠻容易 很容易 都是從社會議題裡面 找尋 你要創作的素材 嗯 嗯 對 有的是 但有的也不一定 就是會找尋一題 就是會覺得那個 那個會跟我 跟我自己相關 可能才會 才會去做這樣子 對 然後 對阿 然後或是單純 單純自己想寫故事 就也有 就像春緣那個就是 我很喜歡那個 那個故事 就是有人生無常的 感覺 對阿 那個就是我很想寫的故事 然後還有那個 女劫那故事也是我單純 就是單純很想寫的一個 就是女童子的故事 對 嗯 就是單純想寫的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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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打開知名度的機會 是吧 哈哈哈哈 對 大家一起講 對 大家一起講 河電廠那個 那個要幾個人耶 河電廠那個 河電廠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要很多人耶 那個要很多人 那個好像 會用它 要很高 欸 因為他們是在 實驗劇場做的 我們 我們可以做一個 比較小的版本 哈哈 因為那個是在 在實驗劇場做 好像 好像 八九個人 對啊 然後就是 用片整個場地 這樣子 對啊 因為它除了河電廠還有 還有講其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其他的遺體 對啊 那叫國光實話 那些 明雄的實驗劇場 沒有 沒有 在那個 台北 對 等一下帶你去看樓下 樓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就小型 然後在這裡 是是是 好也可以啊 哈哈 你們有屬於 那種街頭可以演的嗎 欸 棋樓棋樓 棋樓 有 欸 有應該 中山路 就我有朋友 很會做那個 脫口秀 就是 在憂鬱上的 在憂鬱上的 憂鬱上的 我剛剛那樣做的 那是誰 喔 他是我哥們 喔 黑眼 黑眼 就是去北京 還有去那個 桃園廣一廳 但是沒有 沒有 還沒有那個 衣景環鄉 這樣子 你是想要 南進嗎 嗯 有 但是要看有沒有 有沒有邀請吧 或是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就是 製作肥 對 邀請他馬上寫啊 要多少張 哈哈 哈哈 從六青眼到那個 核電 從六青眼到核電 我剛剛很想在 南部創的劇 誰 王柯優啊 喔真的喔 南部 我覺得南部還蠻缺冷 好缺喔 只是活不下來 蛤 活不下來 你不要這樣 軟劇團在這裡 軟劇團都軟掉 他們以後要改名叫 硬劇團 硬劇團 哦 是 他們要硬齊 我們是令劇團 令劇團 喔 令劇團 還好你不是說冷劇團 你們都還是這樣 所以他還可以看到 都會收集非常多的資料 這些還不是全部的 這些都是田野調查 有 有田野調查 有網路上收集的 因為每個性感都會做 都會做這麼多 不然你不可能有辦法寫跟導 跟創作 對啊 對我來說是這樣 阿最近這個美力灣要不要來一劇 美力灣嗎 要去拆倒 拆拆拆 拆拆拆 拆不了自己演一齣拆 DM可以拿 有在跟朋友討論要拍那個 飯盒的短片什麼 那個小 好啊歡迎 好 來這裡 這邊用固條 一連串馬都上 軟劇團給你最高的補助 哈哈哈哈 可以嘛 傻眼 躲鏡頭 就我們想要拍 然後可以放到 youtube上一種 就想要拍那個 那這裡可以當人去提供你住 對對對 吃喝啦 我喝的特別多啦 酒嗎? 就可以了 好 他在桃園區井 我們這裡也可以 我們好多牌子喔 樓下人可以送人 煩惱的牌子 最近在嘉義出謀有機會遇到魏德森 為什麼 他來這邊拍東西喔 他要拍完啊 他監製 他監製 好 換你來 日日春在拍嘛 一山女色 我們可以讓你拍 色情的啊 以前有叫小姐 以前是真的有叫小姐 我們還可以去抓一隻黑貓 在裡面跑 就讓可以拍 黑貓大女色 對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不知道 現場的 看起來都對這個演戲很有興趣 還是要加入他們的團隊 有嗎 那個捨棄軟劇團想要 有時候是靜妙幾神 有時候在旁邊的劇團 哪有可能很偉大 然後可能很好的隊 他作為專程跑進來 可是他在掉下來這裡 交換一下子 我沒有團隊 我沒有團隊 那現場你剛好搖一搖 反正你就把他下放來這裡 交換學生 但我們沒畢業完 我要先畢業這樣 我要先學完入門 不用學了 社會給你畢業 好 趕快跟我老師講 他老師靜世傑 沒有老師是老師者 仰者 好 那他不太懶散了 等你畢業趕快回來 好 好想想 小紅有問題嗎 小紅 小紅什麼 我們這裡也有一個小紅 我們有一個小紅 我們家也有大碗 我們也有小紅 也有小紅 小紅 希望我們的片段 因為上禮拜是剛演完 所以我還沒拿到DVD 但就是那個 對啊 可是鳥子開箱去翻 哈哈哈哈 再演一次 對啊 學長片段 我之後才會拿得到 然後 學長會加演嗎 那就可以再來一場 學長會加演嗎 學長會加演嗎 可以再來演講一次 短期那應該不會 因為 因為你找 之後要去 要去巡迴很多戲這樣 應該表情 至少一年內不會 因為他很忙 嗯 對啊 換你足獎沒有辦法 蛤 不行這個戲 這戲應該走 這戲應該走 他那個眼 真的喔 因為他真的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他是全條一堆好笑的演員 哈哈哈哈 他真的很好笑 對啊 那時候票在那邊很傻 對啊 三千萬 因為很多 很多歐爾人 粉絲 很多羞榮的粉絲 對 有機會變成經典劇作 然後再次上演 這樣 我想應該沒辦法 哈哈 因為他 因為他可能 因為他可能 那個時代已經過了 他就會過了 可能就像 像標榜80年代的戲 一樣 就是 很像那一 我們說相聲的那些哏 以前大家現在講 可能也不好笑 就是哏 是會過去的 這樣子 對啊 但就是那個哏 會不會當一下 什麼 沒有 我只是想問說 所以現在 現在 台灣的劇場會像這樣 像你這樣處理 就是一些時事的議題 或者是 有其他的人會這樣做嗎 然後 我會很好奇說 你是 像你剛才讀那個 TRAWNAPP那邊的那個 讀文 就 很有趣這樣 然後 你是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這些素材 化成劇場裡面的 我想把 想知道 怎麼看 嗯 也有在處理議題的 可能像 猜室劇團吧 或者是 再劇劇團 不知道你有看過 季衛然也有處理一些劇團 喔 對 季衛然 季衛然也會碰一些 嗯 對 但就是看 看你的tone跟他們的人 跟他們不合 所以 你的觀眾群他們 他是 純粹 對於你的那個劇場的競選 還是說他其實 對這些議題 會因此而去關注 我覺得應該都有 就是 就是 你當然是因為 因為 想 想碰出 想看那個議題怎麼被處理 可能就是 比較 比較 不要缺內人 或是社運缺人 可能就會 就會來 碰出這樣的東西 然後 當然也有 也有就是 當然也有很多觀眾就是 純粹想看你會怎麼 出了一些題材 對啊 就是 對啊 就是也是有些觀眾就是 可能對你的 對你的本質 有一定程度的信賴 他們就可能就會就會 就會來看這樣子 對 然後怎麼化成劇場的語言 嗯 我也不知道 商業經驗 就是 就是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 真的要編劇或你真的要倒戲的話 你 你最好自己要先知道怎麼演戲 就是 對 因為你可能 或你自己知道怎麼 那個東西怎麼 怎麼表現 因為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 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 因為像 宅女小紅他本來的文章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 那些東西 那個文章其實是 其實是不適合演出的 就是他念出來 你就覺得很煩 就是 他就會同一件事情 就倒倒進去講很久 可是你字面上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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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中文 現在這個語言 他 我不知道 他經過白貨文運動之後 他其實 就是中文的有一些特性 就是 他是有一些特性的 就是他 我覺得他有一些東西是 是適合書面的 然後有一些東西 他適合是被 就是被聽到 因為劇場是只有一次性的聽覺 所以你的語言 必須當下要 有效 對啊 所以你其實本來要從 從比較 從 古詩詞去找 就是 就是他會有韻律 他會有疊字 他會有頂針 他會有羞辭 就是那些東西 你在 你在 然後 然後 或者像現在的 像現在的一些 火新聞 或者是 或者是網路上的梗 因為那些梗就會成為梗 因為他們有 他們就具有 他們其實 具備有中文的特色 就是 就是 模仿一些諧音 什麼的 最爛的就是那種 你要吃什麼冰 你晚上吃什麼冰 我想吃好龍冰 什麼 它是一個 很爛的 對啊 然後可是 那些東西可能在劇場 你可能一瞬間 就會有某一種效果 對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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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是 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次 我在寫 寫 寫 我跟 跟 女節 那樣的戲的時候發現 就是 我覺得中文是 一個 很 很 很含蓄的語言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網路上那種 譬如說那種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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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你的戲念是什麼 就是他會問這種問題 然後悲伍就會回答 然後 但你用日文聽起來 就會覺得那個東西 就是很感人 然後 只是你直接用中文去念 你覺得他很噁心 就是 對 然後就是有一點是 我不知道 就是我目前至少我在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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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在寫劇本 或者我在導戲的感覺是 就是有時候中文 中文它 它可能蠻需要是 是 就是 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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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露出來 三分 可是底下還埋著 七分 的 這種的 語言的 或是這種戲劇的特色 就是 可以可以說是有一種類似 台灣新電影的 的 的那種感覺吧 對啊 然後所以 對啊 然後所以 那全美跟女簡單兩戲 其實他們應該要 就是要整處看 他們 他們其實就是 一直在 他們其實就會一一是覺得 好像有一個暗流在下面 對啊 因為那個是 嗯 就是 那個是寫實劇 或是劇情劇 劇情戲 要去 去保留的一種 一種 一種 一種東西 啊我伯伯這樣說 大家知不知道 所以你的 就是說 他的劇情的推調 為什麼主要都是靠 文字語的 你有一些 比如說可能舞台直視的設計啊 或者是 就是劇場逛街的想法 會在你的劇本當中 就會展現出來的 會啊會啊 就是 對 就是 應該說劇本之後 語言是 很 是還蠻恐怖的 一件事情 就是 你當然要 要怎麼玩都可以 可是你也的確就是 只要你隨便拿一本書 或是拿一個廣告的單位 你就可以做演說 那當然也有那樣子 就是比較 就是 就是反劇本啊 反語言反角色那種 很大大主義式的劇場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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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然後 然後對 然後把播就是 修華PB的導演他會找我去弄 他還是覺得說 就是他看我劇本 他會覺得 他有讀到一種劇場的形式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會導演戲 也會做演員的關係 所以我在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把 都會把一個形式 想進去 就是某一種劇場的形式 那當然那個是可以 替換調整的 對 然後應該說 欸 因為我覺得劇場 我覺得劇場的形式 會決定他的內容 就是形式跟內容 是 是 結合 很密切的 對啊 我不知道 欸 就是 嗯 好了我不知道這樣說 你知道嗎 但是就是 嗯 就比如說 比如說有的戲他就會形式 走在前面吧 就是他們可能都會 就是講一些 欸 什麼 石化女 我不知道 你好嗎 我很好 可能在講這種你好 就是講很日常語言 然後可能他們在 他們在 他們在玩槍戰 還是什麼之類 就是 就是有一些是形式 形式 玩得太超過 然後反而內容 變得很頻繁 就是 動作太多 不太假 我找一下 我手邊有沒有這樣的 這樣的戲 再拿給你看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好的戲是 就是 應該是 一開始形式跟內容 就是要 要 結合 結合在一起 對 嗯 對 可能 喔可能像小兵兵他 一開始決定他去修教戲 然後這個人從演到尾的話 那你在寫的時候 就是 嗯 就是 就是 他不能一直出現對話 然後你要讓這個演員 他可以替換很多角色 因為 因為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獨角戲就是要秀 他就是要看到一種秀 所以你要讓他替換很多角色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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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 在選擇這樣形式就會去決定那個劇本的方向 簡單來說是這樣 嗯 有 有 就是 因為其實看過一些劇場的表演 但是 幾乎都是以 嗯 呃 我們所謂國語嘛 就是中文的進化這樣 就是 可能 有時候在玩 欸我不知道 那個要怎麼講 就是 就是 台語 就是想說有沒有用台語創作的機會 這樣子 台語創作 台語創作 台南人啊 台南人劇團啊 我沒看過 鏡子眼色 我看的不多 喔真的嗎 台南人 鏡子眼色 因為我自己跟台語不熟 然後 但是那個 就是春眠這個戲裡面 是有 是有跟那個 喔 軟劇團啊 軟劇團 有 連續大戲要看 喔 那一半也有 季偉然 好像 好像也有 對 然後 我還沒有主要用台語創作 但是 海口 但我有寫過用 對海口 欸你知道海口唱 他有長講 對對對就是 欸 呵呵呵 那因為春眠裡面 他遇到的那個男病 換就是講台語 然後 我知道 欸 呃 我看一下 人心是誰嗎 人心是你啊 人心是你 那你看 這是你的武器本 前面 有你的名字喔 許玉莎 對打算 因為這是第二本 所以我女主角 換人這樣子 對打算 因為這是第二本 所以我女主角 換人這樣子 總是會遇到的 總是會遇到的 就這麼大 光熊 看了看美心 美心看了看光熊 不知道哪一拍 兩個人開始攀談起來 可能是美心 李孟姓 李孟姓的跟光熊借過 因為他的輪椅塞住了走道 也可能是光熊 想叫美心移動他一下 因為走到被他的輪椅塞住了 好 你好 我是 許美心 你好 你剛剛坐進來 我是 許美心 這邊要讓個通道 讓別人過一下 先過一下 你剛才是 你萬一找回心 南東回 美心 一度光熊的門櫻 光熊抓住美心的手腕 很可能 美心聞到一股熟悉的 懷念的海的味道 不然他為什麼沒有閃開 可能光熊習慣要視訊平衡時 總是要抓著藍神 他以為 他抓的不是手腕 是藍神 不然他為什麼沒有閃開 你生命歸生命 你不要解決人道具困擾 我無聊的 我想要走半天過 見過一下 我找一個人找到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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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會死 我找到會死 我找一個人找到會死 我找一個人找到會死 你是不是死 我確認 我告訴我 我買到會死 阿霖 你那些人找到會死 我都找到會死 時候找到會死 走一走 我找到會死 那你一直看著我這個三個兩杯以下都要將一碗掛粉啦 那我還知道我還不等你自己哭啦 我看要拿出來的一碗拿好 好 開心咩 謝謝 我跟妳說話我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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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東一眼 我跟妳說話我是啦 我跟妳說話我 認證 這不是海口腔嗎 認證 我本來不知道 不是海口腔 但是反而是你南瓜 培歐勤 是什麼腔 澎湖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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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海邊的 另外一邊的海邊 對 好熱 來喔 這個到目前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要開始喝喔 好有這樣喔 我問一下 我有事 如果妳覺得劇場會因為說 有些特質 或其他 就是比較不一樣 可能她演出會有些不一樣 跟妳原本綠色的 劇本綠色的角色不太一樣 會啊 那 那就是 像 如果說妳寫的內容是 有關於自己心聲的體驗 或是說自己關心 然後妳要不去 要對方了解 或是說 演員 或是 妳要不去 要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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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親身的經 我 我自己 我自己有感的是 我覺得 如果要做 親身議題 自己的經驗的話 嗯 我覺得好像要 應該要同時 就是如果對方不理解 她當然是 是 是 就是 講給她聽 讓她理解嘛 可是我覺得同時 同時在經營這個題目的話 要照顧到那個 特殊性跟 普遍性 因為 我覺得如果是 一件妳親身經歷 然後妳覺得這件事 對妳來說 它很重要 它必須要被說出來的 一個事情的話 但是也往往很容易 在這個狀態下 妳就是太在乎 自己的特殊性 而忽略的 忽略的一種 普適性 就是她可能會 講得太隱晦 或是她很不容易 被他人所理解 然後 那這時候就很有可能 會是 會是 就是妳可能書寫策略 妳要 妳要做調整 就是妳可能 妳可能要 要自己 不斷把那件事情 釐清 她要用什麼方式 去講她 是最好的 對 然後 對啊 但這個也蠻 case by case的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我可能要看到 我看到本 或是看到東西 我可能會比較知道 要怎麼 要怎麼討論 看到底是那個 或是說這個經驗 在演員身上沒有 就是要 要 要講到讓她聽得懂 為止 還是說 到底是 還是說是本身 本身 自己的傳達 就不清 所以演員可能也在當中 失去了方向 就是這個 這我不知道 可能要看到東西 我會 我會比較清楚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一件 對妳來說很重要的事情 或妳很關心的議題 然後妳要把她 講出來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通常 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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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會 有效的 然後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但如果是 如果是議題的話 更要小心 就是要怎麼樣才能讓別人 對這個議題也開始 關鍵 或是會開始 因為這個議題 而 而 而去 而去關心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覺得好像 講議題的話 他不能只講議題 就是因為大家最想看的 當然還是人 還是感情 還是關係 所以其實講議題中的人 會 會是最好 帶入那個議題的 就是 重點是講議題中的人 不管是善的 還是惡的 還是中間的灰色底帶 就是 就是 如果只是傳達那個理念的話 就其實 大家會 大家只是覺得 我好像又只是進劇場 看一個行動劇而已 那我何必要去看呢 對啊 所以我覺得劇場是 最好是處理一個 人的情感關係的一個地方 那你當說 對那個 那個核心的理念 夠熟之外 你還要對 那個 就是兩方J 你是怎麼想 就是 比如說 反核的 跟支持核電的 那他們各自是怎麼想的 然後在那個中間 每個人的 你就如果知道說 這個議題的話 就是每個人的 每個人的狀態 每個人的生活 每個人的家庭關係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這些可能都要去瞭解 你才有可能把這個議題 就是 就是 你才有可能把這個故事 傳達的 傳達的好 對啊 但如果只是單純做議題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 就是在形式上面 在形式上面寫想辦法 就像是 對啊 就像是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 像鄭友杰最近拍的那個 反核的短片 然後 然後 或者是 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有一個日本的旁客樂團 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京都河畔的那個 那個 對啊 對啊 我本來還有 我本來還有 還有放在最後面 因為我就覺得 那個是 應該他有看過了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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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去把你核電子 給你拿出來 我 我有 這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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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就是 我覺得今年他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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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著 看著頭就好了 好 對 因為他要跳非常的高 那余國欣你再幫大家 幫他摩養最少的一定 好嗎 那大家就點自己看 這 有人沒有換過 蛤 你老青人 真的耶 好嗎 對啊 然後 是 這個是傳達議題的人 然後又是傳達 傳達議題這件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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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我幫你看過 我覺得他就是 很讓我感動 這樣子 然後他很長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 只有中文字幕 對 這是中文字幕 然後 他一個人這樣講了 大概二十分鐘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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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沒有看完嗎 就是 我覺得他 他就是 超厲害的 對他超厲害的 他超屌的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 就是大家看了 就是 有都很 對啊 有都很感動 然後我還在那個 就是陳珊妮的臉書上面 你看到他 他就 他就貼這個連結什麼的 然後他就 他就說自己說 欸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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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在 在這種 就是 就是 虛無又 無力的 的世界當中 他的 他的熱情真的有被 一點一滴的銷毀 可是他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他是突擊演出 他就在一個京都河 一個叫鴨川的河畔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鴨川河爾摩 這部小說 然後反正就是 就是他就在那邊 突擊演出 然後就嚷嚷的 二十分鐘 然後 反正陳珊妮 就轉向這個連結 就說好 然後就對音樂就是 就是 就是他 在想說 音樂這件事 到底可以做什麼 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也就是在跟 對 因為我這個朋友就是 就是幫陳珊妮拍 拍MV 跟做那個 專輯封面的人 然後我們也在討論說 那我們可以 可以用 用 可以用短片做一些 什麼事情之類的 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看 快的話 一定會可以 就很推薦大家 去把這個短片看完 這樣子 嗯 就是我會覺得是 如果你要傳達議題的話 就是怎麼說 就是你要不就傳達議題這種人 要不就是去行動 這樣 就是可能就是一個 這麼簡單的事情 嗯 支持你 好嗎 OK 謝謝